韓明哥我請教一下 所以在這一題啊 當然對鐵粉很吃啦 對中間還在猶豫的那塊或年輕票 悲情牌有沒有用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這跟過去賴清德人設不像 賴清德過去給人家感覺是 賴神然後很有guts 然後敢於對抗強權 結果你現在每天哭哭啼啼 而且他最近哭的頻率越來越高 你在幹嘛 你不是領先嗎 領先幹嘛哭 對不對你應該快樂 學當初陳水扁這樣 快樂希望 陳水扁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 你幹嘛哭 我就不懂 而且說真的 明明你吃盡 吃盡好處 佔盡便宜 咔政府的油 砍得這麼厲害 然後你還覺得自己很委屈 我真的不知道你委屈在哪裡 我覺得 現在觀眾朋友 你們哪一個人能夠 拖這麼多年不繳稅 你告訴我 哪一位 如果有的話幫我加一 我覺得不可能嘛 你已經是特權階級了 你不知道嗎 然後現在我覺得 最惡劣的是什麼 他還拉著他的鄉親 他把這一些 他把他家附近的人當肉票 你知道 就拉他們 就是說反正你要動 我就要動他們啦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新北市政府 你動我就要動他們 所以呢 看你幹嘛敢動 就是這個意思啊 因為他一直在講說 你要給我們鄉親 不老一條神路 對啊 基本上就是把他的鄉親當肉票 他現在根本是哈馬斯 你知道 真的 賴清德現在就這個哈馬斯啊 你說從庫德族變哈馬斯 是啊 他從庫德族變哈馬斯 也蠻近的啦 跑一下就到了 從敘利亞跑到 跑到以色列來就到了 對不對 很快 所以我覺得 賴清德就是這種咖 你自己該解決的事情 不解決 然後去 然後去把自己的鄉親 街坊鄰居全部拉進來 然後最低級的就是 他一直在講說 那個 國民黨應該去修法 新北市政府應該好好去擬一條法律 欸我真的不懂欸 你當過立法委員 你當過台南市長 你當過行政院長 你當現在副總統 奇怪你民進黨又是國外國宿長 你為什麼不修法 對啊 我就不懂你為什麼不修 而且 那邊的事情說真的 我以前不知道的這種東西 我孤陋寡人 我不曉得有這種框框公的 變房子 我真的不知道 幫我上了一課 可是你總知道吧 你自己從小長在那個地方 你總知道 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怎麼沒想過要修法 你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你要處理這些案子的時候 你怎麼沒想說 欸我建議一下民進黨 趕快處理這些東西 你怎麼沒想 那你也當個行政院長 你更應該做啦 你可以自己提出法案來看 立法院趕快過啊 你也沒有 現在你是副總統 你還是不做 就要在野黨去做 你真的有沒有 有沒有良心啊 對你來講 你的鄉間部 街坊鄰居只是要 選舉的時候才拉出來用 所以不要跟我哭了 那種老虎的眼淚 沒人看得下去 感謝一下我們的 LULU的抖內 他抖了兩次 他第一次抖說 這個柯文哲跨越 在濁水溪 12月23號在高雄的 岡山 和華路 柯粉 鍋粉 韓粉 集合 感謝 清貿兄的寫伴 那他抖內兩次 一樣的內容 他特別加碼說是下午的5點鐘 感謝喵心人的 在抖內補貼都是保守性的政策 執政者更需要積極的營造 努力就可以賺到錢的經濟環境 才是長治久安的政策 喵心人我要感謝你 因為我剛好要Cue這題給顏教授 來其實他昨天還有講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在講這塊是想要抓住中流底柱 中流底柱或者是年輕的票員 那他如何抓年輕票呢 賴清德的方法是製造恐懼 跟主要出說他們對你們是比較壞的 因為他講侯友宜的開放陸生就業 這對愛的青年失業率超過20% 那台灣以後該怎麼辦呢 用這一招來製造恐懼 來讓年輕人再偏離藍營 這是一個方法嗎 因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兩天去中和的時候 去做街頭民調 剛好最近紐石寫那一篇讓我有感而發 我就稍微都問了幾乎每一個能問都問 我就說那問你喔 對你來說今年最重要 你會比較care戰爭與和平的這種恐懼嗎 還是你比較care經濟 親一色全部都回答經濟議題 才是他們最有感的 拜託我日子過不下去了 再用戰爭去威脅我沒有用啦 所以我覺得喔 就是說今天你第一個說 大陸的失業率那麼高 大陸我們跟他們開放 來往他們來台灣的 如果說真的是福茂或什麼 貨貌的這一些很多是來投資的 是創造台灣工作機會的 並不是說來跟你競爭 那如果今天同樣的情況 我們跟對岸的關係 雖然對岸的失業率也很高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人才 你根本不怕嘛 你覺得你就業市場一下就變大了 雖然說你的競爭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實力 我覺得也不用擔心喔 那其實就是說你政府能不能把經濟弄好 我覺得這個比開不開放更重要 那你要問我的話 我今天在學術界 難道要講說我們今天南向政策 台灣其實我們很多大學生也在抱怨嗎 我們政府給了多少東南亞學生的獎學金 本地學生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都沒有怪過政府說 為什麼是給外籍生 為什麼不給我們自己的學生 那其實都不是同樣的這些大家都是 譬如說我們自己有學生到國外去讀書業 拿國外的獎學金 外國學生來台灣 如果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有更多元的一個 這個學生的一個結構 我們也給了獎學金 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年輕人要自己找出路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你是要擔心就業等等 那絕對不會是因為開放了跟大陸關係變好 跟大陸關係變好 第一個我就講個最簡單的 光是旅遊所創造出來的 那個就業人數 餐廳的也好 或者旅行社的 這個導遊也好 或者是這些司機開車的 就不曉得有多少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剛好有三年的疫情 再加上現在兩岸沒有互相的旅遊的開放 如果真的有這些開放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經濟是會好很多的 就是我不敢說是有多少高薪的 但是一般的這個服務業的這個機會 是多很多的 所以這一點我相信年輕人應該是有感的 那我再一次還是要回到 我剛才我們提到那個房子的 因為我自己在教育界 我特別要關心就是那些去讀研究所 讀到博士30多歲了 一無所有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方案 這個5555方案 確實對他們是有很大幫助 因為他們如果能夠找到工作之後 大概的薪資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他是負擔的錢 他們是負擔的錢 可是對不起 他出社會的時間晚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的是專業 而且要出社會時間晚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去累積那個投機款 你這個就幫了他很大的忙 我覺得如果能夠幫這個很大的忙 其實也是一個讓在學術界服務的人 安定他的心可以專心做好更多 而不是每天要擔心這個 有沒有房子的問題 對 我們也要特別來看一段影片 這個就是我等一下請韓明哥 幫我短講解一下 因為這影片短短的 他是來自於 我感謝我的榜樣韓國瑜這個粉專 提供我們授權 他剪出來其實這個不是昨天哭的 是上一次哭 那我跟大家溫馨提醒一下 你等一下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光看旁邊蘇文昌的這個反應 你就覺得耐人尋味了 等等的影片先看一下 那一 兩 三 三 四 那裡 差不多這個房屋所有人 有申報設立房屋稅集的資料 聽得家裡有違建的時候 全黨上下進生 這種就是讓人家最看不起的雙標行為 这波演技连苏贞昌都想朝圣 他在这个海景第一排先看说 这样就可以哭了 后来看到他真的哭的时候 也挤出了一抹神秘的微笑 我觉得苏贞昌那个表情 一开始一开始先是 这叫做是冲三个什么小朋友 然后这样看一看之后后来 没想到阿德这么会 你不觉得后来 那个苏贞昌那个表情就是 哇阿德原来这么强 对啊那种感觉 那我说真的 他讲那段话其实我也很有感 为什么有感 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听到 有一个要参选的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么不孝 你知道为什么不孝 他说他爸爸留给他只有贫穷 对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至少还有一些道德啊 是啊 怎么会呢 我觉得好像好像讲了一副 他爸爸是什么吃喝嫖赌 然后在外面 把他牵了一屁股战 你爸爸是为了一家的生活 去矿工不幸遇难的 去开矿不幸遇难的 不是吗 对 你怎么把你爸讲的好像什么 食恶不赦的样子 这种不孝子真的是 难怪你苏贞昌 苏贞昌已经是够雄的人了 看到你都不惊叹叹不已 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会演的 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能够让我们苏院长都动容的人 这个人绝对是武林高手 那赖清德当然不愧是当事一流高手 这个是绝对没话讲 可是说真的 赖清德你再演吧 你继续演只是让大家想吐而已 我说真的 他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细经上升还怎么样 到处在演 然后整个民营党我觉得 就好像那个王毅川一样 好像整个民营党就糟了一样 就一直在那边 其实基本上正常的 有大幅领先幅度的 应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要尽量太平无事 结果他是拼命跑行程 然后拼命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这样子对他自己有加分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赖清德 今年的幕僚群超怪 不知道是怎么搞 这不会是姚立明的主意吧 显然跟蔡英文的当初是不同一群啦 显然的 我其实跟大家讲个秘密就是 我之前都叫他姚立明嘛 我最近开始叫他姚老师 你知道姚立明老师 因为自从他说我们赢定了 我就非常高兴 因为我突然发掘 可能我一直错怪姚立明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卧底 搞不好现在这些收主意 全部都他出的 姚老师干好继续努力加油 我不希望明年这个选完之后 我对这场选举只剩下哭哭 然后睡睡这样子的结论 那也感谢王水英的斗内 他要跟Diana留说声加一 那也感谢我们的邱梦宇的斗内 蓝白河是互利互惠 可汗配是最强民意选项 因为你讲的其实选项里很常讲 可是这个因为真的不是目前的选项了 所以我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感谢邱梦宇的第二次斗内说 四颗猴赖这个总统国阵直播辩论吧 诸侯不想和下架贪腐政权 改革老派的权规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意见分享 请教杨明哥这个就是跟青年很有关系了 青大原本要邀请赵绍康 其实他都邀啦 他都邀 邀三位副手 只是说因为原本第一场是排赵绍康的 那原本巧好的地址 后来地点都一一不行 全部都喊咖 那甚至主办的学生 他也特别出来强调 他们是自费 然后自发去做筹办 主题定为是两岸与外交 他不懂为什么可以被大家后来地点一面的 不管是收回收啊不要不要都觉得很敏感 再导致主办的学生据说啊 已经发烧40度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觉得手法实在太粗暴了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兵哥刚刚讲到姚立民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他讲一定赢 然后呢 估票是45% 35%什么20%这样 就他估完之后 消失了一段时间 就没有再出来了 他现在已经被赖办 应该被管制了 我不能再发言了 好 那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赖清德的围贱 其实可以用三个人名 来去讲这个故事 第一个叫房主名 成龙的这个儿子 因为他的房子 这个矿工的工鸟 是祖先留下来的 房主名 再来 这个就是他说 我这个是围贱 但是呢他不处理 所以呢是他是toys 留围贱 留住 把围贱留下来 所以是留围贱 那最近呢又说这个税的问题呢 他说是有填付 他说缴填付 他都有依法规定 所以呢是填付增 这个是三个人民 把赖清德的房子的故事 全部讲完了 那再来讲到这个赵大哥 其实这个 其实我必须要讲 这个事情我觉得赵大哥的解读 也许他觉得是绿色恐怖 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大学的公告 一开始是有赵少康 也有萧美琴 萧美琴排定在12月25号 就是其实他们两边都已经有 他都会请嘛 对对对对 就是赵大哥跟萧美琴的 都已经排好了 而且都在同一个地点 所以如果今天那个厂地方反悔 那可能不一定是 针对他 对对对 不一定是针对赵或是针对萧 因为这两个 我在网路上都看过他们的宣传 在这个事情取消之前 所以我必须讲 这个可能是那个厂地方 不想要惹上政治 不要忘记新竹是谁执政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这个 校园的部分 每个学校都不会愿意的 因为这个是赵大哥自己当初 他在广播受访的时候 他就讲了 已经登记了成为候选人了 那每个学校都会用行政中立的角度 不会让候选人进入校园 跟几个月前 这个侯友宜赖清德 他们柯文哲到处到每个学校去演讲 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正式登记过后 我们的校园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里面有一条就是 学校是不可以帮任何政治团体 做宣传的 所以尤其在这个 已经登记为候选人的这个局面 会特别敏感 所以每个学校大部分都不会想要惹麻烦 因为你假设啦 假设你今天赵大哥进去了 那绿者就会说 怎么没有邀肖美琪 怎么没有邀谁谁谁 柯文哲那边怎么没有邀吴欣怡 等等的 大部分的学校 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在大学里面工作过 学校里面很简单 就是越麻烦的事情我们都不要碰 都不碰就不麻烦 所以我认为这个比较不会说 我比较不把它当做是这个什么绿色恐怖 我比较把它当做是因为都已经登记了 现在校园确实不是一个适合做演讲 那至于校外的部分 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就是业者有压力 因为他们是自费去外面乘租场地 那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比如说像新竹 假设这个郑政前委员 或者是这个杨文科县长 或者是就是说你国民党的有没有办法 请一个会议空间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一样嘛你就提供一个场地 让这个清大这个什么学生会 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也需要一个 类似这样会议座谈的空间啦 那这个空间如果今天是公部门的都不适合 有没有私部门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 他们愿意提供这样的场地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放 因为本来是预定11号啊 11号是后天啊 对啊 对啊那你这样可能真的是来不及啊 对 那其实严教授一样也是这个学生的问题啊 因为今天还是会登场啊 就是赵少康今天会跟台中一中 还有五校学生呢 进行首场的学生座谈 那不过也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清大这个部分卡关 还也说文大厂其实也都被校方拒绝 在最后这段期间 如果再用这样的方式去扣 当然也不一定是针对赵少康而来 不过确实这跟青年的感受上 也许会又再掀起一波舆论 我觉得很奇怪的哦 我自己有在清大上课 那我总觉得说 学生没有这么 好像会受到这个政治的影响 被洗脑或什么的 应该让他们自己 有这个机会来决定很多事情 那你去看美国现在已经定好了 明年的总统大选 有三场辩论 两场总统的 一场副总统的 全部都在大学里头举行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会有大学的参与了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 是这个国民党的遗毒 让大家那么怕吗 什么政治进入校园 那你民进党不是老早 也都进入校园了 为什么还担心 就是说候选人不行 那前几个月就可以 就是正式登记就不行 我觉得正式登记 我们只要维持一个原则 平等对待任何一方 你来不来随你 但我都有邀 我觉得就像记者一样 平衡报道 那你平衡做到了 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毕竟 这些很多大学生 像我的学生 我就有问他们 今年可能是明年 这个第一次投票的 那第一次投票 对有手头足 那我觉得他们 应该是很想知道 认得更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如果候选人 愿意在大学 我觉得中学 绝对不合适 但是大学绝对应该 大学就是一个 求知的地方 那当然这些手头足 也希望对候选人 有更多的了解 特别前一阵子 我们看到几位候选人 包括赖清德 包括侯友宜 柯文哲 你进入学校 跟学生直接对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 觉得有差吗 觉得有差 我觉得有差 就是会让学生觉得说 哇 哪些候选人的提出来议题 跟我确实是有相关的 然后我可能过去 对这个候选人不了解 透过了这个一来一往 特别你 每个人都会感觉到 他的肢体动作 看他回应哪些问题 也没有闪躲 是不是真诚在回答 我觉得这个对手头足 会很有帮助的 所以去大学 我认为应该是 绝对要开放的 那问题是学校当然 我觉得大概是怕麻烦 可是你只要做到一个原则 就是任何的政党的候选人 如果说登记了 就是没有被排除掉 不能说阿猫阿狗 刚开始说 我代表什么党 就跑去演讲 当然演讲大概也没人听了 但如果说这三个 愿意去 你都有邀 我觉得做到公平就可以了 是我们感谢一些观众朋友的斗内 感谢陈春照的斗内 说矿工家的违贱叫可怜 别人家的叫可恶 要让这种人来带领我们的国家吗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反思 也感谢我们的张淑芬的斗内 侯康的这个购物政策 是解决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 而这个人不是贩指年轻人 当然是年轻人的低薪 无法存购房屋的上涨 所以年轻人是贩指夫妻的共同努力 和夫妻的后代 以及年轻夫妻对双方父母的承担责任 那他也说谢谢这个宝贝女儿跟儿子同甘供 来第二小时欢迎大家持续加入我们的周末大曝挂 今天星期六下午的三点钟 您可以上YT搜寻大新闻大曝挂 找到我们的子萍 一起在子萍里面跟Grandpa我们切磋或交换意见 以及找到同号 所以欢迎大家帮我们再进来的时候先按个赞 打开聊天室看看观众朋友们再讲些什么样的内容 不过在节目继续走之前还是跟大家再度预告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之间的庙口开讲 是开到了高雄男子的土库轻浮寺 所以欢迎南高平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今天在家也坐不住的话 天气那么好 不如去走走去现场听听重炮的抨击 当然今天也包含了苏焕志老师 还有这个柯志恩以及李梅珍他们都会到了现场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或是在线上无缘不见 来支持一波我们的庙口开讲 晚上任务还很多 也帮我们多多回看我们的周末大曝挂 第二小时除了杨明哥持续陪我们以外 令我们好久不见的郑森奇老师也来了 大家好 叶秀姐 大家好 好跟大家偷报个料 那天我刚好又回去再做了一次港湖的这个街头民调的时候呢 就好巧不巧在一个黄昏市场一下车看到我们叶秀姐正在拜票 然后我们一个对看 然后就说来防什么我就说来做你的民调 对 那不过这个结果先保密 下礼拜二就会出炉了 大家也可以稍稍期待一下下 也感谢陈灿耀的斗内 他说绿营当然会拿出政治不能进校园这个事情出来卡对手 他们自己就会找办法进学校讲话 其实就是单纯的双标啦 不给对方发挥和接触年轻人的机会罢了 我要请问郑春琪老师的是刚刚在后面讲到总统辩论的这件事情 这两天都在发酵 举办的时间点是12月30号的礼拜六的下午两点钟 有趣的地方来了地点是选在公事 那顺序这个部分当然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问题的地方是有11家媒体可以进行联播 然后共训共同主办 但这11家媒体的选择上就有点有趣 我先唱名有被选中的中央社 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联合报 三立 台视 民视 华视 静电视 TVBS跟公视 比方有趣的地方是静电视刚上架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反正就是刚上架的电视台它被选中了 那再者呢一般正常是不是三组都应该可以一人指定一家 可是这个11家媒体究竟怎么选择 而且很多人认为好像比较有利于执政党 并不利于在野党的挑战者吗 政见辩论大家非常重视 那个程序是不是公正 是不是能够有效让候选人表达它 应该有的水准让群众来做选择 这是最首要之物 那现在问题是公视在台湾现在已经不公了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你说你公视来主导来主抠 带头的本身就是不公正 还叫公视 你再看看这11个里面 如果把什么联合报忠实这个当然是所谓的偏南 TPP是比较中立 那你这个加起来是8比3 这个比例差太多了吧 现在这几年什么华视这个已经都台识都沦落到不堪 你再加上三民事都放进去了 更恐怕的是静电视 静电视前阵子冲冲忙忙 大家一力阻挡一力批判 硬是通过 怎么通过的 很清楚后面是有政商勾结嘛 他能够进去是因为民进党现阶段的政府这个NCC 他们有的交换利益 那这样进去的能够成立的静电视 忽然间你说后生自备前面有这么多资深的 有这么多这个历史经验设备都比你静电视好的 怎么会不见了呢 那你这个总要长出个理由出来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一个结构本身就是反映了一个问题 你今天赖清德不是一路领先吗 不是领先到笑道报吗 你可以看 连这个地方他们都不敢说他至少给个公正舞台嘛 如果你那么行 是吧 如果舞台又公正那不是表示你更好吗 但是你这个舞台本身就让人家充满了疑虑 如果到了现场那些提问人那些提问的题目 可能包括主持人又有一些不公正 那我是觉得这个对台湾的老百姓说得过去吗 所以第一个在这个组成过程中就引起这么多的诟病 后面反映什么问题 这两天很热门的问题就是无耻无耻 连这个也是无耻的表现不就是吗 你没奥 你没奥 你今天已经执政已经占了优势了 你这个公制本身已经不公 你要反公自行 对不对 你自己要知道说要交 行事还要做出来 我今天占的优势应该让这个在野的多一点空间 表示行事上公平 行事公平实质都不见得公平 结果你们连行事的公平都不讲求 这样一个赤裸裸这样子干 那为什么呢 一来就是那把你要赢个吃个饭嘛 二来他们是恶人心虚嘛 干个坏事 所以有人要赢个企业 第三这个说其实真的要不在乎老百姓的观感 那我先问啊 我们今天这样的批评 这两天这样的批评 他会变吗 他会改吗 他会修正吗 他会知道廉死吗 所以已经是无耻道的极致 那这个就是台湾的现况 那只剩最后那一天 说真的看选民手上这张票 那这一次的这个公办证件会 一般大概预料就是侯友宜会吃很大的亏 那一部分是因为他过去在这个高度上 这个准备度上可能不足 希望他赶快加油 如果在对手先天 那你赖庆德你老早就在一个被位总统 老早就在一个高度 老早就在准备选总统 你这个主场优势已经这么鲜明了 再碰到一个相对比较弱的 你们还要在程序上 在舞台上 在这个应该有的一个公众的工具上 都要搞鬼 都要耍手段 你不觉得龌龊到了极点吗 所以很好揭露开来 老百姓都等着看 希望他们因为被曝光了 会刺 这就稍微会怕 因为最后选票还没有投出来 最后那张选票他们还是不敢得罪 有所解释 说真的你还在那里去调整 多放几个进去嘛 说不定包括那个提问人 其实我每一次看那个提问人 包括那个提问的题目 我都觉得是都有鬼了 真的有功 讲不客气一点 我是连以前那个我都打枪 为什么不叫黄阿明去了 黄阿明都这个公正性多高 他到处这个上电视收视率多高 这种人不可能嘛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安全 要控制 要安全 要能够掌握 这个就是一个充满了不公正的结构 所以我们等着看 最好是这样 我们民间要有自己民间的批判 他们在里面开他们的 我们在外面我们要批判我们的 这样才能够把真相好好的呈现给 选民做最好的选择 对 我们感谢观众朋友我们的donate 感谢TT的donate 他也比较想问说关于辩论 他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呛说 难道中国时报联合报TVBS 难道不是蓝媒吗 请教来宾对于此类言论的观点 我想要请问一下燕秀姐 就是当然很多人在讲这个名单有趣的点 除了感觉在围殴在野党 对不对 那还有据说原本还排除了TVBS 后来才硬加进来的 好既然你不是由大家各自提出 而是由好像这个公广集团筹办的话 那有了公式却又有华氏 然后排挤掉别的名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啊 公广集团已经是国家的这个整个公式的结构里面 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华氏 然后排除掉 大家都知道 华氏中式台式 其实是无线台里面的最资深老三家 那用什么样的理由去排除 中式广大收视户的权益 理由在哪里 我直接百思不得其解 刚刚提到 静电视台上架多久 还有包括还有几家 其实都时间无论他的经历资历 还有办过那么多次民选的经验 然后转播等等 中式哪里做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用整个国家的机器 已经进来在选举 之前蓝白没有机会合 所以民进党的整个作战的焦点还没进来 但是从这一次的辩论会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整个国家机器 已经开始启动起来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得到 那赖清德他是一个变才无碍 长期给人家变才无碍的感觉 再加上柯文哲也是一个很善用媒体的人 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或许侯友宜在讲话 没有办法像另外两位候选那样 蛇颤脸花 但是他就是一个可以做事的人 国家到底要找一个真正可以做事的人 还是每天在那边耍嘴皮子的人 这个是让民众最后做在辩论会的过程 再冷静的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也可以凸显出 赖清德他的民进党 他整体的执政高度在哪里 如果连这些小细节都要去卡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选战其实在最后一个月 其实才是肉搏战 才是肉搏战 那这些肉搏战背后 其实所有的国家机器还有最后选举的大翻盘 都有可能会出现 我今天中午在一个参会上碰到几个 之前民进党的一些好朋友 他们就在跟我讲说 他们觉得最后那个比例 蓝绿的最后的比数不会差太多 竞争会非常激烈 但是也因为这个比数越拉越近 国家的机器就会出现得越明显 所以我们更要谨慎小心 特别在这种织维细节下 民进党也在做背后的操作 那刚才提到背后的提问的问题等等 其实我觉得我都可以感觉到 民进党整个围剿起来 整个都在围剿国民党 围剿侯友谊 是 如果以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说 像韩兵哥我们上个小时的来宾 他也提正常情况应该是三组的候选人 各指定一家电视台 那他刚刚也讲到嘛 为什么公式来统筹 可是却摆了华氏以外 中视是台湾最早的老三台之一 为什么又没有被列进去 那当然真的我们中视新闻网 特别也发了一篇 就多半立场 这个好像看起来选择上 都是偏向执政党 蓝营内部也不免很担心 侯友谊都还没有踏上了辩论的战场 可是绿营就已经现化地为王了 三方的辩论固然是全民的期待 可是在媒体参与的分配上面 是不是已经出现有失公允的情况 因此在媒体提问环节的分配 侯正营也务必要盯紧 避免遭到联合暗算 成了围攻的首要目标 而赖伴的回应则特别提到 这是一个恶意的扭曲造谣 不过我们要讲到 这个刚刚提到的前面一小时 在谈蓝在谈绿 那现在来谈谈白的困境好了 也要请问一下杨明哥 我们发现最近柯文在忙些什么呢 就是这个KPTV 柯PTV已经开张了 那他们希望至少每天 可以维持在八个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播放 也要有保温 可是在这个选担的最后阶段 使用KPTV打破传统媒体的露出 你认为有效果吗 尤其在针对中间选民 或是还不太了解他的溢层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各种管道都很好 那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电视辩论的部分 那其实辩论 我先举个例子 去年的台北市长的电视辩论 是三立跟TVBS合办的 没有其他媒体 就这两家 就这两家 结果三立做球给蒋万安杀球 蒋万安讲中国棚 绿共一家亲 你以为 绿的媒体提问 对蓝军不好吗 不一定哦 搞不好是做球起来 是让蓝军来杀球哦 搞不好这次柯文哲 蓝绿都反杀哦 所以我说 这个都很难讲的啦 那个侯友宜要对自己有信心啦 我不是说要帮哪一家媒体讲话 重点是讯号要提供给所有媒体 你不能只有这11家媒体 好目前看到的这个结论是说 他们会提供给所有媒体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是剪接由谁来剪接 没有剪接的问题是直播 对 共讯啊 对所以这个是共讯哦 所以呢再来第二个 就我了解哦 他们的提问的媒体已经决定了 总统的部分是中国时报 中央社 禁电是三例跟台市 又有三例 所以侯友宜好好准备一下哦 那再来副总统的部分是联合报 自由时报 民事跟TVBS 那原理上都两绿 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概念哦 那只是说 我是觉得啦 如果今天 这个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三组阵营 各自有意见的话 比如说赖清德阵营是陈世凯 侯友宜阵营是谢震达 那柯文哲阵营是黄珊珊 你们签字了 如果你们觉得里面有不公平的地方 讲出来啊 讲出来啊 就把它讲出来啊 就不要签字啊 就像11月15号 如果柯文哲觉得讲出来之后 会委屈的话 不要签字啊 这是三方都签字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现在去抱怨这个 我觉得意义不大 只是 他们时间点设计 我必须要讲 那个时间点的设计 是非常不利于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他们办在元旦连假 跨年的礼拜六 礼拜日礼拜一 礼拜六跟礼拜一 对 30号 对 而跨年连假大家干嘛呢 去玩 出国旅游 所以呢 其实真正会看辩论的 就是那固定的人 对 所以其实它会拓展到 非同温层的几率不高 放在这三场 应该说两场 一场总统一场副总统 都在跨年连假期间 其实电视的开机率 是相对偏低的 我必须讲 这个策略对于 所谓的领先族群 是比较有优势 而柯文哲一直都很希望 透过电视辩论 当做他逆转的 一个契机 我认为这一次 对柯文哲 其实反而他不利的地方 是在时间的选择 而且那时候已经 非常接近投票了 就在投票前的两个礼拜 好 那再来 讲到这个KPTV 其实我觉得 对柯文哲来讲 他自己知道说 我的媒体可能资源不多 没有那么多的优势 但是他的空战 是他的优势 所以希望 透过空战 把全党的力量能够整合 这不是坏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KPTV 要做什么 原本 就我了解 原本这个也是很多的 KOL 网络的KOL 意见领袖 他们是建议说 你们就可以把柯文哲 柯文哲的这个什么证件 过去制作了很多的影片 把他串流起来 变成一个这个 24小时播放 你们就可以 让你们支持者 share这个频道 或这个直播连结 给你的朋友们 去直接观看 你就知道柯文哲 主张什么或怎么样的 这是一开始的构想 后来他们决定用 这个所谓的KPTV 连播8小时的模式 那当然这个是 民众他们自己 想出来的方案 那我觉得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办法拓展到 非同温层 比如说如果今天 以昨天那一场 他们在台北的那场造势 我认为以柯文哲的能量来讲 那一场造势算成功 什么叫成功 就是说没有游览车 没有这种动员 大部分的都是 比较是偏这种 所谓的中产阶级 或年轻人 这样的一个观众的 一个角色 我觉得对民众来讲 这就是他们要的盘了 这个盘对民众党是正面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钱 去做游览车的造势动员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能够稳固 让这个盘稳下来 不会流失 而且还能够让这一群 变成你的种子部队 不断的去扩散 因为柯文哲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的志工在帮他 在街头 然后拿气球的 帮他们发文宣的 很多传单 很多大学生 如果今天有这个能量 帮他们去拓展 这个KPTV的用意就在于 你要如何让你的这些愿意 帮你宣传的人 有更多的动能说 我要怎么做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机会去拓展 可是如果今天还是都是 同一群人在看 每天看 柯文子好爸阿伯 好爸阿伯 阿伯你姓好的我投柯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拓展 选战到了最后关头 其实你要知道 为什么传统蓝绿的造势 那么重要 这个是 其实这是一个世代落差 年轻一辈的不会在乎 什么大型造势怎么样的 可是他们会看场子的热度 如果今天大型造势 就是一场半一场 一场半一场很热 那会有一种感染力 他们就说 这一组他们有信心指数是高的 那他们的强度 知识强度是强的 那他们胜选的欲望 是旺盛的时候 那个对选战的最后 那个叫做西瓜效益 是会往那边去移动的 可是同样的 同样的 这一次因为 这个柯文哲是一个 很特殊的存在 就是说比较是年轻人 这个过去传统没有 从来没有过这种所谓的年轻人为主的政治力量 那这个力量能够到多大 有人很乐观 有人很悲观 我是认为 柯文哲不容乐观 为什么 因为 他的40岁以上完全就是腰斩的 不只腰斩 可能是谷底 那我最近看到一份民调 那个70岁以上居然是不到1% 70岁以上的人口占台湾还是有百分之15的 这个14 15%的人口左右 他拿不到1% 所以这个对柯文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嘛 所以我说你年轻人的族群 你的那个支持度也在往下修的时候 而你的其他的年龄层没有办法去拓展的话 对柯文哲当然在选情上面就会是不利 而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势的发挥 必须要去拓展到非同温层 才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 所以我说这个KPTV 某种程度上是民众党他们的新的尝试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让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柯文哲每天讲的东西 你应该是要讲国家的愿景 讲你要为这个国家改变什么 比如说最近我觉得有一些他讲的很好啊 那个台独今孙变台独归孙 我觉得很棒啊 很多人听得很爽啊 对啊 你就是去呛这个赖金人 你又走你台独看看啊 然后讲他哭啊 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再去回顾 你活在这个11月23号啦 在军月啊这些东西 我真的就觉得大可不必 甚至去批评 说什么背了什么帮这个 郭台铭背锅啦等等的 这种话就少讲 因为你现在需要的是 第一个你要当在野的威胁性 有威胁性的在野的领导人 第二个你不应该去制造更多的敌人 好那所以柯文哲这个能有多少 所以还要观察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技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三次 最后 最后 五次 三次